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英援助乌克兰远程武器 或有变 美国灰青砂高超音速导弹 缩小中俄差距 西班牙 德国担忧 加征关税带来的经济震荡 拜登泥堵上贸易漏洞 在美国 施营和泰姆获涨价 美国华人月子中心 非法共谋洗钱罪 被裁定 中秋节 一元月饼卖封了 低价高销量的背后 14日 在布拉格举行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 主席继荷兰皇家海军上将鲍尔表示 乌克兰有充分理由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 根据国际法 国家在自卫时不必局限在本国领土之内 但提供武器的国家有权对其用途射线 涉及政治问题 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符合军事需要 就像面对敌人的弓箭 不仅要挡弓箭 还要同时打击弓箭手 乌克兰对俄罗斯领土的攻击 能有效削弱俄方后勤线 包括前线的燃料和弹药供应 最近 乌克兰的无人机多次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 油库 变压器和发电厂 导致俄罗斯国内停水 停电 停气 频频发生 能源价格更是一路飙升 一些地区的老年人 任乌克人 开始走上街头 表达不满 事情发展到 普京不得不出面批评 能源部处理不当 5日 普京在经济论坛上说 俄罗斯远东地区已经面临电力短缺 新发电站的建设进度过慢 严重影响当地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发展 为应对挑战 已经指示政府和能源公司合作 给项目融资并计划建设核电站 9日 齐维列夫对此专门跟普京汇报 俄罗斯已经耗尽了苏联时期留下的能源储备 现在的电力行业想要恢复和发展 必须依赖进口设备和大量资金 但这两方面都遇到巨大挑战 而且 远东地区即将进入秋冬季节 能源供应问题十分严峻 他坦诚 由于缺乏设备 零部件和资金 目前的电力供应风险较高 尤其远东地区为电力高风险区 煤炭工业是俄罗斯最大的原材料产业之一 涉及65万个工作 但是上半年 行业税前利润暴跌97% 超过一半的煤炭工资亏损 高达71亿卢布 由于最大邻国减少进口 前七个月 俄罗斯的煤炭出口量下降了11.4% 为1.1亿吨 预计年底税前利润将减少93%到95% 由于现金流的短缺 煤炭公司已经负担不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也无法继续提供煤炭给发电厂 经济制裁还导致俄罗斯无法进口关键零部件 无人机袭击之后 被破坏的设备维修困难 时间周期长 之前 普京警告说 如果西方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攻击俄罗斯 将视为俄罗斯与北约国家开战 彻底改变冲突性质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施凯尔 在13日的会面后 没有取消乌克兰远程武器的禁令 拜登表示 仍然不支持这一做法 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1日发表文章 详细介绍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开发的 灰青砂高超音速导弹 这标志着美国 在缩小和俄中的高超音速武器差距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 灰青砂导弹能达到超过5马克的速度 并具备极强的机动性 能够穿透先进的防空系统 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美国军机的武器舱 包括F35 F22等 目前 中共军队的刺客狼牙棒战略 对美国的常规力量投射构成了重大障碍 而灰青砂导弹具备多任务功能 可以打击陆地和海上目标 为美国提供了有效的应对手段 该系统的一大特色是飞行机动能力 这将使得防御系统难以有效追踪和摧毁飞弹 从而让它能够完成预期的打击任务 在全球 高超音速武器竞赛中 俄罗斯被认为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紧随气候 而印度也并不落后 华盛顿的部分人士 对美国在超高音速武器研发方面 落后于中俄表示担忧 但灰青砂的成功研发 显示出美国重新投入高超音速武器竞赛的决心 至于五角大楼是否同意灰青砂导弹的大规模生产 仍有待观察 但这一研发成果 无疑为美国的国防科技带来了新的希望 据知情人士透露 欧盟计划在本月25日进行最终投票 决定是否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征收关税 如果这个决议通过 最早可能从11月开始实施 具体来说 这次关税计划会在中国出口上 现在已经支付10%的关税基础上再次增加 上级集团的关税会被提高到36.3% 吉利会增加到19.3% 比亚迪则是17% 欧盟提出这个措施的原因 是怀疑中国的车企从政府补贴中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欧盟要保护欧洲市场 避免中国过剩产能的冲击 中国政府强烈反应 除了对欧盟的白兰地 乳制品和猪肉等商品展开反倾销调查 还声称 这些关税是出于保护主义的考虑 并威胁 会在多个行业进行报复 同时 也向世贸组织提出抗议 值得注意的是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和德国领导人都对征收关税表示担忧 因为西班牙正在吸引中国的电动车投资 而德国的汽车产业也担心贸易争端会造成更大的经济影响 白宫于9月13日表示 将采取行动阻止小额豁免政策被滥用的现象 这项政策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货物免税进入美国 并且不需要经过严格的海关调查 然而 施影和泰姆这些中国的电子商务巨头 被指控利用这个漏洞 以小包裹形式将大量廉价商品输入美国 根据美国众议院对中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施影和泰姆在使用小额豁免进口的包裹中 占据了30%的份额 如果这一政策被修改 这些公司的商品价格可能会上涨约20% 分析人士认为 这将影响他们的价格竞争力 尽管顺印和泰姆可能会想办法应对这一变化 顺印已经开始配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资源试点计划 提供更多包裹和货物的数据 这两家公司都尚未透露 是否会因政策改变而提高价格 这一政策的改变 也可能会促使顺印在美国市场的扩展速度放缓 尤其是当期价格接近竞争对手 如HM和Zara时会影响市场份额 13日南加州一家华人公司 美国幸福宝宝月子中心的老板 刘伟业和董静 被陪审团裁病有罪 检方指控他们帮助中国孕妇掩瞒赴美生子的意图 让其婴儿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这对夫妇被判定犯有一项共谋罪和十项洗钱罪 据检察官的说法 从2012年到2015年 这个月子中心帮助数百名中国孕妇来美生子 并向每位孕妇收取4万美元的费用 检方还指出 这对夫妇与海外公司合作 指导这些孕妇在面签和入境时 如何应对移民官的问题 甚至建议他们穿宽松的衣物来隐藏怀孕 检察官傅凯文在法庭上强调 这些行为构成了欺骗美国移民局的商业模式 他指出 这些孕妇并非普通游客 而是故意隐瞒来美生子的计划 使婴儿在美国出生 自动取得公民身份 然而辩护律师强调 他们二人只是在孕妇抵达美国后才提供服务 所以不构成违法行为 而生育旅游本身并不违法 这些孕妇还能借此逃避中国移胎政策的惩罚 该案的量刑将在12月9日宣布 案件是2019年提起诉讼的 源自美国当局在2015年 针对生育旅游进行的一系列打击行动 尽管外国人在怀孕期间访问美国并不违法 但向领事或移民官黄暴旅行目的属于违规行为 这个中秋一元月饼卖疯了 网店上这些超便宜的月饼卖到手软 不少电商平台的月饼销量已经突破10万份 网站列出的重量在40克到50克之间 客户反馈一口一个 不少月饼款式标为流心 桃山皮 有年轻人喜欢的抹茶 榴莲 草莓等几十种口味 包装简单 不仅消费者抢购 很多公司也大量采购 发给员工 成了香菠菠 有员工反映说 公司送月饼 品牌换了 换成了这种一元月饼 可能公司想节省成本 大家手头都紧了 有网友问 能吃吗 这么便宜 也有人说 这不是月饼 是零食 网友韵雪梅香说 可能是去年的月饼 这网友高糖高油 可以存很久 还有人质疑 月饼卖一块还有钱赚 那天价月饼是怎么回事 黑龙江网友说 大家有没有想过 月饼本来就应该是这个价钱呢 糖油馅料都是几块钱一斤 其实成本很低 这期的热点追踪就到这里了 欢迎就今天的新闻话题 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请别忘记帮助我们点赞 订阅还有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与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明镜与点点栏主抵运